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,勿须苟年将至新北市长朱立伦今天9日,牵着警权让向发送福袋,在新北市府大厅挥号写下望来福来四字迎新春,更宣告2018文化走春活动开跑,欢迎民众春节到新北市各大博物馆走春,把福气带回家。 即日起连续三天的下午2点到5点,书法民家们将在新北市政府一楼大厅,免费为民众客制化挥号春联。 朱立伦说,书法是传统艺术,透过书法写成春联,赋予春联很多美的意象,也让大家写下新年心机望与想法。 下周就是农历新年,今年是狗年,也就是旺年,大家都期待望来福来。 此外,未迎接狗年,新北市博物馆群也规划了寻找阿福文化走春活动,除有汪棉会可爱狗玩偶拍照区,还有隐藏版的3D阿福犬。 只要用手机扫描,卡通,加油见狗的牛耿犬,小天使中的圣伯纳犬,101中狗大麦丁等等,就会跳出来跟民众互动,另推出限量500组淘气阿福小淘犬快价甜蜜小礼,祝福行人们快价,相依九九。 在纯洁期间,生肖属狗或身份证最后一个数字为九,台语谐音狗的民众只要到新北市各公立博物馆出具身份证明,更可获得放闪金色红包带一份。 2月17到19日,大年初二至初四,十三行博物馆,淡水谷及博物馆海关码头,英格淘瓷博物馆等在馆内的宠物友善区域,举办动物认养活动,板桥435亿文特区,则在19日邀请动物训练师,教民众训练文清犬,欢迎大家来博物馆寻找阿福,把福带回家。